大家好 我是林韋勝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想談談態度方面的事情 什麼叫態度 就是說我們做任何事情 都有一個所謂的態度 那你是用 不管是爵士樂的學習也好 任何事情的學習也好 我覺得最重要其實是一個 態度方面的事情 我上一集好像我印象中有 類似講過一點 就是我前一陣子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有聊過說 好像隱隱約有帶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台灣需要什麼 我覺得需要 台灣學習爵士樂需要是什麼 我覺得是 如果要把它 講成一個很重要的點 我覺得我們是欠缺一個態度 欠缺一個態度 如果你有一個 對的態度的話 其實這個態度 有包含是比如說是精神層面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件事情的本質 然後一個長遠的去做它 然後把學習的方向放在一個正確的地方 那這就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外在的 一個是內在的 當然是一開始其實於內在 那你有一個對的態度 你可以 你可以學到真正學會這個東西的機率就會高相當的多 好 那大概來講一下為什麼態度這麼重要 其實我跟 很多人 我跟很多人聊過類似的問題 可能跟我比較熟一點點的樂手會知道 就是其實 在台灣我的演出應該是找我比較多的還是 外國人的樂手 就是 可能背景是美國長大或是加拿大長大之類的 英語系國家的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我 他們在跟我講話好像是 我可以了解他們的邏輯頭腦等等 所以他們其實把我當成是那個地方長大的人 那 找我的人是 這樣的人會比較多 所以他們 因為很多人其實在台灣住久了 那他們 也會 討論到一些台灣的問題等等 至少他們觀察上面 觀察到的事情 你要說是 culture shock 文化衝擊也可以 但是就是文化上的不同的點 那 因為 找我的 我是樂手 那 我的朋友 外國人的話 也都是樂手比較多 那 很 我記得 好一陣子以前 有一個朋友 我們在聊到 就是說 因為他之前 他也有在 他有在大學的音樂系教 然後 他跟我說 他說 他現在沒有了 對 那 那我 我有問他說 就是 你覺得 應該怎麼講 你覺得 有 有什麼不一樣嗎 因為他自己 他自己在美國是念 音樂系的 那 那 他是學爵士樂的 齁 他是學 那個 他是學演奏的啦 然後 呃 他跟我說 他覺得不太一樣的 就是說 呃 呃 像 像 他們 像他這樣的人 事實上 他這樣的人 其實就是一般普遍來說 美國人 也 或者是加拿大人 會 比如說大學會去念 比如說是爵士音樂 你喜歡 崔薩克斯風 就崔薩克斯風 你喜歡學吉他就學吉他 打鼓就打鼓 你為什麼會去念 齁 這個是第一個東西 就是 self motivation 齁 你為什麼會去念 第一個就是 當然是你喜歡啊 是你喜歡 然後 什麼叫做喜歡 就是 他們可能會 嗯 他們可能 從小 有一個機會齁 那美國的話 你知道那個 即使你訓練公立學校 你會有機會碰到 樂器嘛 你會管樂團啊 有些學校可能有big band之類的 那你有機會碰到樂器 那有些可能不一定是那樣的機會碰到樂器 因為 呃 你周遭你會有 你打開電視 你或者是很多機會 你會有機會聽到爵士樂 那你有可能 家裡面 爸爸媽媽也喜歡訪音樂 或者是爸爸媽媽有在彈音樂 或者是另外一個 呃 教會 很多人可能有在教 那教會裡面 你會彈樂器的幾率會 會碰到樂器的幾率蠻高 尤其是鋼琴 那 嗯 你會有機會碰到樂器 你會有機會知道這個東西 那 什麼會讓你喜歡 就是 你可能 一百個人兩百個人 一千個人有聽到音樂的東西 那 或者是碰到樂器 那 不會是每一個人都會喜歡到不得了嘛 那 它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那 你會有一些人喜歡的不得了 他會自己去 一直去 甚至要求爸爸媽媽 幫我買這張CD 幫我買這張 我自己想要做 做一些功課 做研究 我想要去聽這個人的音樂會 我 拜託爸爸媽媽媽帶我去上課 這樣的人 他基本上 從 一開始學 他已經有一個程度 他是在自己要求自己 不是 他跟台灣有一個基礎上不同 台灣就是 很多人即使是 從小念 尤其是從小念音樂 對 就 很多是 爸爸媽媽送你去聽 他某種程度 他可能 老師跟你說 小時候爸爸媽媽送你去學鋼琴 老師跟你說 這小孩子好像音樂不錯 耳朵不錯 有點天分之類的 注意 天分跟喜歡是兩件事情 天生耳朵還不錯 音感不錯 也不見得你就喜歡 齁 那 有些爸爸媽媽媽就送你去念 然後就 就 讓你去念一個樂器 去念音樂班 從小到大 所以 這種東西到底有沒有喜歡的成分到裡面 其實我認識的人 很多其實 都沒有 即使 即使 即使他跟你說他喜歡 其實也不會是 我們現在這些 我身邊的這些美國人 或者是我在美國住十幾年 在我周遭這些 所有的樂手們 那種喜歡 因為 舉個例子來說 我記得 難道只有歐美這樣嗎 我覺得也不是 因為 我記得 前一陣子的新聞 那個足球賽 日本代表隊 對 你有去看過 你有去看過 有些 有新聞去報導 其中有幾個人 你去看他 小學之後的志願是什麼 他就已經要當職業足球員了 那難道是爸媽逼他嗎 沒有啊 或者是 林木伊朗 或者是甚至很多 在大聯盟的 日本級的選手一樣 其實很早 他們就 確立了一個志向 他 就是 他會 die for it 這是我這輩子 喜歡做的事 想要做的事情 這個東西沒有 大概我就死掉了 這個人大概有一半以上 就死掉了 整個靈魂都不見了 那種感覺 所以 他會相當程度的 那個喜歡是長久的 我今天可能做很多別的事 那沒有關係 我知道我這個東西 是我一個 一輩子在practice 一個 在 在 在執行的一件事情 一個信念 一個 人生的 一個 你要說是志業也好 我不確定 那到底是什麼 臨時找到一個 對的 中文的字來形容它 你要可以說是宗教 也可以說是志業 可以說是一輩子的 的passion 的熱情 那如果你有這個東西 做為一個 最底的東西 是一個foundation的話 你會做whatever it takes 你會做任何事情 你會做任何事情 去讓你自己變得更好 因為那個熱情是一輩子的東西 我現在可能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做學生 我可能要 考大學 要念別的系 或者說很多學業上 其他學科要準備 說那都沒有關 我們都會準備 對 但是你心裡面有一個 你真的很喜歡做的事情 這個會填滿你的所有的時間 所以 這跟臺灣真的有一個 很大很本質的不同 那 我朋友 一開始我講的那個朋友 跟我說 他以前有在大學 台灣的大學的音樂系教 那教他的主秀樂器 然後 他就覺得 很多學生可能覺得 他們自己很認真 可是那個認真是不一樣 這我自己有感覺到 我可以幫你解釋 就 有些學生是很乖 乖跟認真不一樣 認真是 台灣的學生的認真是說 老師今天在黑板上寫 老師今天講的 老師今天跟你講的那些練習 我現在丟給你 下個禮拜回來上課的時候 他都有準備好 他都有去練了 那 這 對台灣人 對台灣學生來說 我是要認真 事實上 對美國人來說 對 至少對我朋友 會對我來說 我們不會覺得那叫認真 那個應該叫做 你是 Obedient 你是服從 你只是在服從指令而已 你根本 你只是在當下在服從指令 是那個東西的認真 但你其實對音樂 並沒有很認真 你對音樂 並沒有那麼認真 不是沒有那麼認真 其實你根本沒有那麼喜歡 因為很有可能 就是爸爸媽媽就是 從小叫你去念這個 念這個的 其實你沒有去想過 我以後想幹嘛 這是我這輩子的 熱情 要把我的生命燃燒的東西嗎 大部分我看99% 我遇到的人都沒有 至少沒有像我一樣 對我算是一個比較奇怪的存在 我就是真的瘋起來的時候 就是 可以 可以 我的心是放在上面了 但是你說 我倒有多少時間練琴也沒有 我從小到現在 我每天不會練超過一個小時 我還是有很多時間看我的事情 吃我喜歡吃的東西 我有很多其他的興趣 但是我分得很清楚 這是我一輩子想要做的事情 我聽很多音樂 但是練琴的時間非常少 那 但是你心裡面有個信念 我就是喜歡這個東西 一輩子的職業 應該可以這樣說 那台灣真的就是不一樣 這個會影響到結果的 會影響到很大的一部分影響到結果 因為台灣的學生 我看起來 他就會覺得說 他們會傾向說 我來 我來學爵士樂 他會覺得是 這好像是一個補習班 因為我以前前面幾集都講過很多類似 但是 沒辦法 這些東西就是這樣 我大概再講一下 他會覺得是補習班 我來學爵士 我來學藍調就藍調 我會相信 我來學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老師發功課給你 給你一些什麼分析 給你一些練習 給你一些pattern 他回家之後 他就覺得他會藍調 他會爵士 他會搖滾 他會Bassanova 他會什麼東西 他把這個東西看成 這麼簡單的東西 可是 這些東西其實 因為他其實 最大的問題是 他永遠沒辦法彈好 他可以練到很厲害的技術 台灣其實有很多學生 我覺得技術都不錯 但是 後面就是 完全不懂 沒有什麼音樂性的那種技術 因為他可以當做 好像練手快啊 練什麼的 就之類的那種東西 老師叫你練這個 就練這個啊 練那個練習就練這個練習啊 中音在這裡就在 中音在這裡 你要幹嘛不知道 因為他身上沒有 任何一點音樂的sense 很多人是這樣的 有一個回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並沒有 打從心裡喜歡這個東西 那 很多人說我想要學jazz 我最常遇到的問題 很多人跟我說他想要學jazz 他想要學某個東西 那我說那你平常都聽什麼音樂 兩種答案 一種是 我很喜歡jazz 他會說他很喜歡jazz 那請問一下你聽什麼東西 有些會跟你說 他講不出一個名字來 然後有一些是他可能 可以勉強講出一兩個名字來 可是他其實對他們有哪些東西他也不清楚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他聽哪些東西 他聽的根本不是jazz啊 那現在就下一個問題 就你為什麼要想要學jazz 很多人都沒有把那個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 為什麼我這一集說是態度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我們的教育 跟我們從小被長 從小被教育起來那個價值觀有很大的關係 就我覺得比如像是美國加拿大那樣的國家 我覺得那個教育體系是 你從小到大你都要問你自己是誰 你是誰 對著鏡子面前 你是誰意思就是你在探索你自己 他是在幫助你變成你自己 找出你自己真正的自己是誰 那可是台灣的教育我都覺得有點像是 他會希望你變成 他不管你是誰 你是誰沒那麼重要 他希望你照著現在世俗的 比如說什麼東西比較好 他就你爸媽會希望你去變成那個 可能醫生比較賺錢 我們就當醫生 律師比較賺錢 就會當律師 並不是說美國沒有那樣的人 也有啊 但是我覺得整個美國態度是 不管從小到大你有什麼呆呆 即使聽起來很笨的想法 老師應該都會鼓勵你去講出來 那久而久之 你就會慢慢從那些做很笨的事 一直不斷的犯錯 去釐清說我自己心裡面真正的想法 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是真的是很重要的 那理論上 日本應該也是 比較像是亞洲國家 我們是比較 強調的是一個 每個人都希望不要當真一個很特別 很突出的人 可是我覺得好像 日本的確有他的 跟台灣很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日本有一個 所謂的職人精神 他們很尊敬專精某個領域 把他學習到透徹 而且是花生命去學習 這種東西 應該是從小貫穿於他們的 教育基礎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這個他們 跟我覺得跟台灣其實不太一樣 那 所以 回到我剛剛講的 態度問題 態度 態度決定很多事情 如果 如果換成音樂來看 就講 不要講那麼多很深很哲學的東西 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你要學爵士 結果你平常都沒在聽爵士 你怎麼可能會爵士 你當然就會很容易被 那些教套路的老師 牽著走 一年兩年三年這樣學完了 你覺得收穫滿滿 但是你出去一個音 都不會彈的人很多 一輩子都要看譜 Standard 一輩子都要看著Standard 然後還在想說我要用什麼音階 南調音階 大調音階 小音階 全音階 減音階 什麼音階 Mixolidian Whatever 你還在 知識的牢裡被綁著 一輩子都出不來 那樣的人太多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 那些聲響 從來沒有進入去你的腦子裡面 你就跑去學知識了 所以 永遠不會談好啦 我 我會覺得說 你乾脆花那時間 去找到你喜歡的 你如果沒有那麼喜歡聽爵士 你如果沒有那麼喜歡聽爵士 就表示你不喜歡爵士 你不應該要學爵士 你應該要去做你喜歡的事情 如果你 喜歡 跟朋友去KTV唱歌 你就應該 跟朋友去KTV唱歌 如果你 喜歡 吃豬排飯 你就應該去吃豬排飯 因為這是你喜歡的事情 至少你做你喜歡的事情 你還會有樂趣 齁 所以 我再強調一遍 這集我不知道會講幾次 幾集 但我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態度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聽音樂的話 你沒有一個長期的喜歡這個東西的話 我會勸大家 欸 因為你學這個會沒有意義 你知道嗎 因為 沒有用啊 沒有 真的不會有用 你只是 一直 付給老師學費 然後老師 可以開開心心的 把套路交給你 然後 他可以去養他的小孩 他很高興 可是 可是老師 可是你學完 你表面上好像收穫滿滿 但是其實心裡面是空虛 對啊 就是 就是你 你不會談的幾率是 幾乎是百分之百啦 對啊 因為 不是這樣學的 學任何一個東西都不應該是這樣學的 OK 尤其是爵士樂牽涉到很多的即興演奏 這又不是那種 我叫你帶帶的學看譜 你就每個音都會談 那種機械式的 你搞不好你還可以 可以會到一個level 但是 這種 腦袋有很多過程在直覺式反射的東西 沒有辦法這樣學的 這因為是很明顯就是沒辦法這樣 因為我們是要無中生有耶 OK 所以 對講到我那朋友 我那朋友後來就不教了 因為他覺得 重點是他的學生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所以他 不會覺得說 教課 像我的話是 學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但是 我會跟學生講清楚啦 就是說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還是試著給你一些東西 因為你如果真的很想學 還有第二個 你要有學費 這個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因為我 我靠演奏也靠一點點教學養家活口的 所以我會試著找一個切入點 給你一些東西 希望能幫助你 可是我那朋友就是 他也沒有那麼缺錢 他就後來就要拒絕 就是說他 他就是 他覺得沒有得到一個反饋 因為教跟學的人之前 我如果沒有 喔老師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昨天聽 Miles Davis 的CD 我這陣子都在聽 Miles Davis 我前陣子在聽 Jargo Train 誰誰誰誰 他在Blue Note 或者是什麼Label 下面的專輯 對 第幾代的Reinsection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有很多這樣的聲音 喔 你剛好解釋到了 那我之前已經聽過 原來是這樣子解釋 就你會有一個反饋 對 那 教跟學的人之間 會有一個化學作用 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就 永遠 就是 很難學會 基本上這個東西 就是學不會的 所以 我再講一遍 態度真的很重要 好 今天先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